我們在家裡客廳收看 北韓新聞是什麼感覺呢 加拿大工程師法拉利想看體育比賽 在花園裝上衛星盤 結果意外出現了這個畫面 這就是我看到色彈、測試碼 和平安寫在那裡 這真的影響了我的興趣 是否真的從北韓國來出現 這個的確是北韓電視台的現場直播 有舞蹈節目、美食節目 還有愛國節目 當然也少不了飛彈發射的畫面 央央軍事大國秀肌肉 給北韓國民灌輸滿滿的愛國情操 法拉利表示 影片中只要金正恩一出現 民眾就會喜急而泣地包圍他 大喊金正恩有多偉大 有多麼的情政愛民 CNN記者表示 北韓有2600萬的觀眾 一輩子每天24個小時 沉浸在這種新聞當中 而大內宣的洗腦能力 並非空穴來風 沒有親自體驗 還真的是無法體會 其中還包括金正恩參觀 溫泉旅館 以及建立恐龍遊樂園 等等的難得畫面 法拉利的影片出乎他的意料 累積了兩百多萬的點閱 法拉利意外盜版北韓新聞 讓全球觀眾目睹到 北韓希望他們民眾知道的事 CNN記者分析 北韓今年來大力推廣 家家有電視 就是為了要24小時播放大內宣 才好鞏固金氏政權 記者孫憶珍報導